再來呢我去把這個撞球桌的6個孔槽把它挖出來 好OK那我們要做參考平面線 我們先給它存檔好了怕會當掉按這個檔案 然後選擇另存我們要留水號喔 另存Family 族群 那另存的部分就寫撞球桌2 按儲存 OK好那現在我們要開始來做這個 這個挖槽所以我們先回到那個前世圖有沒有往前面看 我們要給它一個工作平面線喔所以這裡 一樣喔這裡 那我這把它改成 1比 1比10好了不然它字實在太大了好 那我們去按這個建立然後選擇 參考平面有沒有給它一個參考平面來做它的那個挖去的最高的地方我們點這裡給它一條 好夜溪件 OK那因為當初這個地方3公分嘛 厚度是不是3公分沒錯我們當凹槽斷面3公分所以 這裡是什麼這裡是 上市圖的球桌桌面啦所以如果跟它切的話呢這個地方球桌桌面加3 所以你怎麼按對齊 按對齊命令然後去選選這個邊線 去跟它對齊 這按掛鎖 OK夜溪件好那這個名稱我把它拷貝起來這個 這個桌面把圈起來Ctrl-C OK然後點一下來換它 點它 把這個Ctrl-V貼上這怎麼辦加3 OK好按Enter就好了不一定要寫公分啦這個大家看久就會了按套用 OK就加3 好 那這段綁死了一定要綁死了 那如果以它為 以它為這個參考線的話我們就可以 由它來開始 做這個 空心擠出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回到哪裡回到上市圖 就是參考樓層 好 我們在這個參考樓層裡面我們去幹嘛 我們按建立 那我們要確定我們的 這個 設定面板就工作平面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 上市的這個球桌面加3所以我們按這個設定 那這不是有一個名稱嗎 我們把這個上市的球桌面呢 把它設為什麼 設為上市的球桌面加3 有沒有就是它 以它為工作平面來畫那個空心擠出啦 按確定 OK好啊這個我們要自己綁條件所以 我們現在按空心形式 按這個空心形式 然後去執行什麼 空心的擠出 有沒有就這個指令按它 我們先做一組看看看有沒有成功 如果OK之後再 編輯它的那個2D輪廓 按空心擠出 好接下來呢 我們去按圓 有沒有圓那半徑給它6.5直徑就13 按半徑6.5好隨便畫空間上指定一點 有沒有隨便畫出來 點一下OK那半徑給它多少6.5 Enter OK那我們要去標 我們要去標這個圓的圓心跟它的這個相對位置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來葉西劍 去把這個圓畫完之後這個圓選起來去指令什麼 中心標記可見 把它打勾 那這樣的話就看到中心標記了有沒有就有這個十字標示 那十字標示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按這個 這個標註然後去強制對齊它呢按這個對齊 我們去標一個比如說點點這裡 左鍵 然後來選 這裡左鍵好給它一個適當的尺寸點一下 葉西劍我們這好像太大我們就改成那個20好了 OK好那我們選它對不對 我們去點它多少呢6.5 6.5點一下然後把這6.5掛索 OK好那 它的這個垂直距離也是一樣啊標註然後選對齊我們去選這個 這個編輯線然後跟 跟這個中心的那圓心拉出來 點一下葉西劍一樣 去把這個選起來之後去點它把6.5給它執行 也就是說我們先把這個2D的部分把它完成 大家可以試試看看 3 There 吃 給我 壯